什么意思 你自己做的手术出现了事故 你让我来背过 这台手术 我本来就是你的吗 你不要激动了 虽然你作为外科扇手 看出现一两场的小事故 我们医院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呸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认 我当时怎么的脑子坏了 来你这家私人医院 请让我背过你 不可能 可能走着瞧 我一定会曝光你的 是 但 你现在应该考虑的 不应该是赔偿问题吗 除了病人家属 还有我们医院的名誉损失 赵峰 你什么混蛋 又怕 你也表现你这种怕 你不是你的 王老孩子 你是不是有 你是不是有 王老孩子 你是不是有 王老孩子 你是不是有 你是不是有 王老孩子 你是不是有 你是不是有 这是哪儿啊 我不是死了吗 你来历不明 钱总要将你们压制官府 你要想活命 就让照顾身座 你说的夫婿就是这小子 没错 这就是入坠我家的 呃 林 这到底什么情况 我怎么就入坠了 小月 不可胡来 此人莫名出现 定是妖灵 林交给光子定夺 你别胡说 宇哥明明就是为我才翻枪而入的 你不能因为他的衣着 就歇斯报复 这情况 我怕不是穿越了 苏玉不想嫁给钱送 所以拿我当挡箭牌 就是这个入坠 哎 算 先把这软饭端好了 再说别的吧 鱼哥 你跟他说 呃 其实我和玉儿 是真心相爱的 为了他 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哪怕是入坠 我也和他在一起 你们 你们 这古代姑娘是真单纯的 可是吵吵唠唠 吵得前院都不得爱你 师父 我和小玉是你亲口定下的婚事 如今他却说他早有误婚夫婿 这让徒儿如何自处啊 谁跟你有婚事了 爷爷不过就是问了一句 你就拿着鸡毛当铃剑 不得无礼 交给你了 你和玉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 又要再来一遍 我书家 世代从一 想做我书家的女婿 也要有医术放生 其实我 哎呀爷爷 我会医术不就行了吗 他不过就是个小小追选 以后给我等等药通就会 哎 此言差异 既然不会医术 就不能入苏家的门 既于苏家无关 那我一定要去衙门 告你个擅长平台 谁说 就凭你 大夫 大夫 救救我的孩子 大夫 救救我孩子 师傅 孩子很在里面 怕是生不出来 时间太早了 怕是孩子也保不住了 那苏老 你一定救救我的孩子啊 你要有准备 孩子和大人 只能保一个 我要把孩子 胡扯 你老婆被你生孩子 你却不顾起她的死 你懂什么 自古以来 母平子贵 媳妇还能再找 孩子 最重要 我都要保 你也不怕疯大 杀了你的舌头 我信 你要是能保住母子平安 我从此 不再行医 好 以言为定 离病救人 岂难而信 是啊 放心 如若不能母子平安 我以死谢罪 大夫 如果保孩子 我想谢谢姑娘 放心吧 交给我了 苏玉 留下帮忙 准备手术 生了 是个男孩 母子平安 哎呀 哎 你老婆现在很虚弱 等会儿再进去吧 谢谢他们 哎呀 我是死了 我没事 我没事 这样能够证明我的医术了吧 太为异常 还能母子平安 哈哈哈哈 高高 他这一看是误状 要是不成功 可是会出人命的 师傅 你别被他骗了 那你说 怎么样 才能证明我的医术 如今贺公子病重 正好在我们的医馆情福音 你要是能把贺公子治好 你承认你的医术 贺公子的病症已经要实无医 如今开人过去 也不过就是阵痛 你直接在刁难 好 那我就治个贺公子 让你坚持坚持 你可知你去了贺家 贺公子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知道小龙就交代了 不求你治愈贺公子 只要你能把贺公子 阵痛后活着回来 你便可以进入书家的门 就算治不了 有真通记在上 贺公子也是小问题 以言为定 读你了 你是何人 呃 我是来之后公子的府医 胡娜 我在医馆从未见过你 来人 是 本以为来的是苏老 再不计也是前府医 你这黄狗小儿 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吧 瞧不起谁呢 靠来这么久 知道他有什么病了 住口 贺福岂是你仨爷的地方 胡言乱语只会要了你的命的 想你要事 小小妹喝公子不轨 哎 蓝米艳能称重呢 这古代人是真忠疼 哎 住手 你弄起贺公子他会疼死的 我已经知道他是生病了 就算他喜欢我也能救 你这拥医 能别来烦我 你能治好贺公子 我就磕头认你做事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 又愁又没用的 不过我 磕头认错的还是要你 你要对贺公子做什么 哦 这这就是合谣我 没想到麻醉师的活也得自己干 哎住手谁累错了 这是麻痹散我的独家使用方式 上前都怪那 那你这些又是合我 关你什么事 出去 这我要是出去你对公子不利 又该合法 你出不出去 来来人快来人 有人要害公子 吴君是不可能的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打工造成 公子 风啊 公子 风啊 公子 吴 你怎么把我还命呢 哎 你要是抢他真死就往前去 生命 我贺家带着陈毅 去你的医馆提醒服役 你不敢找这个人来害我啊 谁害你儿子吧 你儿子已经好了 半个小时 呃就是你们说的 两课中就好了 不可能 哎 对于你这个庸医来说肯定不可能 但对于我来说 小可思 小可思 小可思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呃 就是小问题 你们身上细菌太多了 容易造成伤口感染 细菌 又是什么 感染我倒是知道 要不 你们还是派个人去检查一下 他就来过来的 哎 这人员是你找来的 你怎么保证不会包庇他 我已经说的对 就不有了苏朗了 这刚刚用了大半的酒精 怎么用啊 快去看看我安心的情况 转转去 发了 啊哎哎 兄弟你干干什么 让我这样带着 快查 哎我父母到底怎么样了呀 这 公尊义无恙 我有事我先走了 哎慢着 之前是你说的吧 要是我能成功治好贺公子的病啊 你就给我磕头认错 你怎么 想耍赖啊 小子 做事留一些 哎呀 我要是没治好贺公子 这死呢 可就是我了 哎你赶紧给生意客头道歉呀 你个用意 别想一老妹 我错了 哼 就以为听了你的 是为难那小子 害得我颜面及时 还被赶出了贺家 你可别胡说 这可与我无关 既然你不仁 别怪我不义 我这就告诉苏了 你取苏玉 就是为了谋取他们家的祖传遗书 哎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我这刚得到消息 大将军正在寻访名医 我呢 这有一封举荐信 你拿着 这还差不多 既然你是笑 提醒你一句 那小子微箱 很不简单 里面的很多物件 都闻所备的 师傅 金钟来信 大将军出事了 我们要输出回京 丽 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嗯 你们先行一步 完美好贺公子 最后就到 天助我眼 那箱子是我的了 先生 贺公子 您又别客气了 先生留步 救命之恩 无尾为报 贺公子 也追随先生左右 护您中全 你看你这病灾刚好 你就跟着我走 哎呀算了吧 你也别太客气 嗯 你要不起来吧 那以后 就辛苦你了 那走吧 招出你身后的人和药箱 我饶你不死 你不死 你不死 想等我家先生 先从我的过 为什么 就因为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一来 先生 先生这是好手段的 想要我喝药箱 说 谁派你来的 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雇主的 要杀药寡 戏庭尊宗灭 竟然什么算杀算 不说是吧 我有的是东西让你说 我倒要看看 我倒要看看 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药痕 把这个抓进去 你会从骨头就开始养 养上七七四十九天 七巧流血而已 好我说我说 雇主应该是个带 我从他身上闻到了药箱 年纪呢 真的不值 交给我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是那个庸医 还是他 这古代生活也太刺激了 一个不小心 真要命 又行 都处理好了 赶紧去京城吧 那里边天子脚下应该太平行 好 平哥 你终于来了 你也被关起来了 一群废物 既然让他活到的京城 我得再想个办法 你们稍微澄清 大庭广众 整个体统 怎么了 爷爷在将军府 遇到了贺家那个府衣 那府衣不知道给将军夫人 灌了什么迷魂汤 爷爷还没来得及看看大将军 就被关起来了 你跟他说一说 难道 他能救出师父不成 许个艺术高潮 若是他能救好大将军 爷爷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平他一个区区坠 恐怕 连大将军的面都见不着吧 先生 贺丰夏孝宇的姑姑 是大将军的妾室 林兴前夫妻告诉我 有事可以去找他 姑姑 执儿见我姑姑 这位是李宇先生 姑姑 我们想请您引荐大将军 自从大将军重聘之后 这府里都有夫人掌控 我现在这日子也难过呀 若是我能治好大将军 对于姨娘来说 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将军府可不比其他地方 稍有差池 我保不住你们不说 连我这条命也得赔上 姨娘最近是否食欲不振 见识生厌 并进食油腻食物时 会出现腹泻的情况 还有 还有什么 出贡不正常的情况 你在哪打听到的呀 刚刚 在姨娘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您的反应也证明了 我的诊断没错 不知道这样 姨娘能否放心呢 大将军的病 对她来说 易如反正 对了 这个是 健卫消失片 呃 消失完 咀嚼吞服 一日三次 一次四例 我有个办法 既能让我们见到大将军 又不会为难一年 您只需要 在为将军看病的府衣 出门的时候拖延一二 再将消息差人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会想办法 如果只是这样 你们就在客栈等我消息 好 我 这 我 永一 又前面 你现在挺威风的 先生问你什么就打赏 别想耍花样 否则 要死我命 好的好的 带我们进将军府 进将军府不可能啊 我又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只是在告知你结果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我要见到大将军 大将军已经病入高荒 病入死将了都 没得救了 那你这个庸医 为什么还要赖在将军府 不怕将军出事 自身难搞 我可是夫人请来的府衣 夫人说了 不管将军怎么样 都会护我周全 夫人看来 很不对劲 所以二位可以 无论如何 我要见到大将军 不然 七天后 就是你的头七 我数三个数 一 二 我答应我答应我的 这就对了 要是我能视好大将军 将军和夫人是会感激你的 你们就冒充我心买的要同 不过进去之后还要听我的 不然 夫人发现了我们谁都活不了 站住 夫人 张府 这两个人是谁 回禀夫人 这两人是我心买的要同 原来如此 今日可有去看过将军 将军可有好处 正义去将军那里 还请夫人安心 我定会找人找到治疗将军的方法 这古人讲话真是九关十八绕 这夫人还不如直接问 将军死了没 老李关着的那个书名 平说一千公里的 如今 在老李快病死了 张府一 你可明白 待我看完将军 我就回去配药 还请夫人和管事 安心 这意思 是要毒死苏老 真狠啊 果然最毒富人心 管事留步 听说管事 定期日正在位置 寻找家人 向小伯利自成敬意 这事要是成了 还请张府一 喝杯喜酒啊 一定一定 永逸 苏老 是不是你做的 你也看到了 我也是听夫人的吩咐 药你就别配了 等大将军醒了 自会还苏老 这个清门 快去客栅 把什么话叫来 这两个药 有问题 是 一个破窗风 怎么会这么严重 这两个药 将军的毒 是你吓的吗 你可别胡说 你以为 我就点他不出来呢 我也是听夫人吩咐的 你解药拿着 要什么 没没 没有解药 起开 把将军衣服脱了 好 我要给将军打针 啊 哦 这就好了 要是没有你这个庸医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 还要打掉瓶 大胆贼子 胆胆伤害将军 来人呢 把这两个歹人给我拿下 啊 我 管家误会了 其实 我们是服依请来给将军看病 不是明天 我也是说这两个人歹人的胁迫的 你 还不拿下啊 你们不要过来 你要再过来 我就杀了大将军 刚刚将军已经被你们谋害 现在又想经营将军的尸体来威胁我 把这两个歹人给我抓起来 生死不论 老夫 哎 这个 都不用 动一下 烧了将军补玉食俱焚 区区火草家 能下打我 做梦 坤坤 你想拿本夫人的命冒险吗 小的不知生前 小的知错 夫人饶病啊 这不啥 大胆 夫人在此 你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这小小姨娘开口啊 夫人 这是我侄子和他的朋友 爱情夫人高抬贵手 没规矩管事 张嘴 咕咕 而如一娘还有这几个贼子给我押入大牢 听后发落 是 动一下 一起死 你 何人在我将军府放肆 将军你终于醒了 你要是再不行 你就再也看不见切了 夫人要把我和揍你的人都关到大牢里去 将军还是不要剧烈运动 不然 将军的毒供入五脏六 就算席位也来不及 你的意思 是我中毒了 将军的伤口感染危在旦夕 由于将军的体魄异于常人 身后的这个庸医 怕是只会把将军往死里治 你 你 真好坏人 闭嘴 你的意思 你能治得好我 没错 我不但能治好将军的伤口感染 你说 你去把李神医请来 你可敢 若是立下 救治我一事 以你为主 等我好了 家官尽觉 不在话下 若是不愿 我现在就把你拉出去砍了 好 但我也有一个条件 你倒是 第一个敢跟我谈条件的 就容你说上一说 苏老被夫人借口看押 我要你放了他 等你救了我之后 这不过是小事 若是你害得我性命 那就让你说的苏老 跟你一起上西天吧 这样也行 但是 我要你保证苏老现在的安全 有情有义 我倒是有点欣赏你小子了 将军这身子 但说无法 将军 还是尽快安排后事吧 李神医 这位小兄弟说他可以立下军令状 一定会救我这条命的 不可能 对于你来说不可能 对于我来说 就不一定 这个给姨娘贴上 谢谢 这 这是 不似纱布 又是帮抓伤狗之物 如何能黏在脸上 难道是胶水 可这胶水会伤到脸 这牵下来如何换腰 不过就是个小东西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将军的病 对对对 依我看 将军这伤口感染已久 而且还被为了毒药 如今 已是强弩之末了 那我问你 将军又是如何醒过来的呢 将军 将军 恕老夫学义不精 现在 我可以开始治疗将军了吧 小兄弟 这是恶物 为何在将军手上扎针呢 这个呢 叫注射器 是把药通过注射器 是把药通过注射器 打进将军的体内 不过 不过排毒的话 还得另寻他吧 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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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到药物除了磕 还能如此使药 关于解毒 我大发现有一叶子 煎煮之后 有去毒的功效 茶叶 小兄弟 认识此药物 我给此物 命名为茶 茶叶确实能够解毒 但也能够解药 这样的话 我的药可就白挡了 小兄弟 果然厉害 我只知道此物能解毒 没想到 还能解药性 在下受教了 现在 我可以为将军 开始洗胃了 什么 我万不可 这胃如何洗得 老李让开 洗胃呢 就是将管子 从嘴里 伸进将军的胃 将胃中的毒素排出来 其中 会有一些时候 是非常不适应的 将军 只要你能够挺过来 我想 很快毒素 就能够排干净 这不可能 来 将军 装嘴 毒素已经排除 还望将军 遵守诺言 本将军 哎 将军 将军出事了 来人 快拿下死罪子 都别动 将军只不过是因为反汇引起的干呕 小事情 还敢狡辩 来人 按级力团 把他推进给我麻烦师 慢转老李 我觉得我舒服多了 快给我看看 这 将军大好 这 还不退下 还望将军尽快放得苏老 神医放心 我这就将你说的苏老放出来 苏御医 神医是苏御医的图案 我早就不是什么御医的 将军说笑 他的医术远在我之下 还未请教神医大夫 林宇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 就带苏老先走 林审医不妨在府上多住两日 客栈不方便休养 你们的人 我会派人去接过来的 去年今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 香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 笑春风 好诗好聚啊 好一个桃花依旧笑春风 不过是看到桃花 随便说一句话 你就是救了将军那个林审医 我就是林宇 你是 我是将军的远房侄子 五名黄玄 叫我黄公子就可以 黄公子为何没去看大将军 跑到这花园里来 前院太不长了 此处清闲 看林审医如此年轻 便有如此才华 咱俩比试一场怎么样 这 不太好吧 就是玩玩 总要天的彩头 若是林审医赢了 玉佩可换我做一件事情 既然如此 我呢 也不会吝啬 如果我输了 这个呢 是打火机 机 在下从未见过此 呃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火折子 但是比火折子好用 既然林审医如此之慷慨 那这 我就不可以再吝啬了 两块玉佩 但是事情只能答应你一件 我可是将军的救援恩人 谁要你做事 不过 这两个玉佩到时候 打火机换玉佩 赚了 以言为定 好 这样的话 我先出题 外面 外面传来断断续续的色的声音 那就以色为题 色 锦色无端 五十弦 一弦一柱 丝华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 已枉然 好 好啊 林审医果然出口成章 那色 换成水如何的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唐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人生得意 虚敬欢 莫是金村 空怼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计 还不来 好 好 好啊 是 在下说了 时间还拿不下 给 明镜 这个火鸡呢 送你了 这位安慰奖 那就 谢谢林神医了 不知 林神医对 当今的圣赏 适合看法 这话题也太跳跃了 呃 我没有别的意思 呃 刚听到 林神医说了一句 天生我才必有用 和此 有感 不怕 我根本不知道 现在皇上是什么样 要想知道君王怎么样 就要看黎明百姓 若是百姓国泰民安 那这君王 就是明君 若是民不聊生 那这君王 不说也罢 老哥呀 你听我一言 这粥呢 就是君王 这水呢 就毫比一数 这老话说的好话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好一个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如今 西北洪灾泛滥 先生 可有良方的 我就是个医生 这题目是不是超纲的呀 是在下乐趣 这个嘛 我倒是知道一名 先在洪水聚集处 开挖河道 将洪水排向外 峻深加宽 清空河道里的淤积 一定要防止决堤 现在正是夏季 洪水过后 要避免瘟疫的出现 这在下的了解 不应该是修建堤坝 防止糊涂 既然已经洪涝发生了 那堤坝还重要 赌不如输 宇哥 您让你去前厅 荒公子 我就不跟你聊了 没有事 先走了啊 林神医 我和苏老决意向皇上 举荐你为御 不知你 历下如何 不如何 半君如半虎 我看你们呀 就是想送我去死的 一个不好 我可是要被砍头的 在下医术不清 胜任不了 林神医何必谦虚 苏老和李神医 对你的医术 都甘拜下来 切勿谦虚 日后 书家 有望在你手里 盖进一步 这 我考虑考虑 这本该是我的 应该是大将军死了 我就回师父 夫人和师父推荐 我为御医 怎么愁眉不展 哎 苏老和将军 想让我去给皇上做御医 御医 御医不好吗 全天下的御医 都想当御医 我其实当地提心吊胆的御医 其实我更想开个医院 医院 就是医馆 那你营院开医馆 也不愿意当御医 当然 我宁可皇上给我点钱 给我点地 我也不想干这个活 好 如何实现 哎 黄权 黄权 董植到 完了 真得去当御医了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名语 医术高操 医德高明 封为伯守岁衣 特赐黄金万两 医馆一间 愿轻能不负震望 救治世人 亲此 公子 接旨 谢娘 皇儿说 这是你给他解决 困惑的谢礼仪 什么 将军 是不是有个远房的外甥叫黄玄呢 我家一脉单船 哪里来的职子 不对 真要算的话 当今圣上更是我远房职责 黄玄 玄黄 卧槽 我跟皇上吹了一下我的牛 黎水你这是 看来是没有受封御医 所以疯了 不知道这医术再好 能不能治好自己这封御 这个时候还不夹着尾巴 罪人还这么多话 如父 还不跪下 将军 我们可是结发夫妻啊 你要为了这么一个外人 活了我的脸面吗 结发夫妻 给我下药的时候 你可念过我们的夫妻情语 将军 请约我 这一切都是这个人自导自演 为了接近你 推荐他进宫当御医 现在事情败露 又想将一切加祸于我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来人 把证据呈上来 这是从你丫鬟房间里搜出来的 你还有何狡辩 是你 是你为了心喊于我 勾引我的丫鬟放的 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 这个时候还想着甩锅 那个庸医 什么都招物 废物 都是你带的人 竟然敢背叛我 要把奴马分尸 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认罪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给大将军下 我何罪之理 至于为什么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 真是人命如草芥 既然事情已了 我要回去重备医馆 告辞 扎进去之后 将药 这样按着打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呢 把它拔掉之后 将它 扎进手中的血管里 不过呢 在紧急情况下 除了扎在手上 还可以扎在大腿上 剩下的这些呢 就是手套 口罩 还有这些应用器具 雨哥 不好了 医药箱被偷了 雨哥 不好了 医药箱被偷了 什么 空瓶子在箱子里 能再生出资源 要是只有个箱子 那些东西还会再出现 找东西的时候 正好你试试看 没事 别着急 这个箱子放在这 除了你吧 还有谁知道 爷爷 钱送 还有昨天那个病人 对 就是那个病人 他昨天问了我 好多关注射器的问题 你就先找一下病人登记的信息 对 好再用一定的这个规矩 我是受邀 给你们老爷支援的戴法 好 里边请 老爷 林福一 求你救救我家老爷 夫人大可放心 早就听说国语堂的手法 非同心肠 我家老爷 就拜托林福一了 夫人 我要给老爷治疗了 请夫人回避 林大 林大 都知道那个姓林大 不过是用了什么古怪手段 花仲去惩罚 一定让大家知道 他领语文旧的 一样的 这这怎么回事 哎呀林福一 我家老爷怎么样了 嗯 你家老爷有大碍 但是需要休息 十二个时辰内不得大了 哎好来人 在背离送林福一好嘞 哎 哎 原来呢 有器具 就会恢复的快一点 没有器具呢 我恢复的慢一点 一样东西没落 哎 算了 就算他们偷了器材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 不过 就算他们偷了器材 哎 哎 原来呢 hl af 对 我 你 你 夫人定是认错人了 还敢狡辩 别因为找个什么假的姓林的就像糊弄我 这些奇奇怪怪的器材 只有你们锅里堂有 我家老爷乃是朝廷赈灾大员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物乐朝廷赈灾之事 我让皇上捉你们救赎 你知道 夫人 先别着急病罪 先就是老爷要去 我不管你姓姓还是姓什么 我家老爷一定不能有事 那林大夫也有像你一样无口碑之物 还说不是你们的人 那是托我气才能 陆月准备手术 你要对老爷做什么 我不会让你再伤害他 丈夫现在很危险 再不救他我只能等死 就是因为这些奇怪的东西他才会这样 我凭什么相信你 平震 平震 平身吧 救人要劫 朕 给林雨担保 刚刚多谢你了 林雨 你可知罪 什么罪 你倒是说清楚 你也倒是个奇人了 见朕 既然不害怕 朕 倒可以安心了 王军 还有不退 皇上 我们 也算是朋友 咱们说话 就直接一点 你还要是个奇人 那些 那些翻翻绕绕 我也撞不过来 好 朕决定了 要派你去西北镇栽 啊 西北瘟疫横行 以你的医术定可以救百姓 以水火之中 你可真看得起我 我自己心里都没说 玉哥 门口来了几位病人 爷爷说 可能是瘟疫 百姓皇上速述回宫 清晨也有瘟疫了 玲雨 莫要让朕失望了 好了 别废话 玉儿 你和苏老先送皇上回宫 就是交给我 玉儿 还不跟上 爷爷 你护送皇上回宫 我也想留在这里镇守医馆 夫人 您可以带着相公回去休养 大夫 我家老爷有什么事吗 他的病 只需要兴养就好了 在家里 总比在医馆好 回家也行 就是你们医馆 得指派个大夫 万一有什么情况 也好及时诊治 其实 我这就让钱大夫送您二位回家 是你 就是你海岛家老爷 要走吧 来人 不能够穿起来 夫人 您的意思是 死前去的就是他 是 钱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你还敢问我为什么 要不是这个妖人的重心 本来一切都该是我的 你去 要不是你 去苏玉的应该是我 我就可以得到苏家的祖传意思 这样就是贺公子和大将军的人 就是我 我也能成为御医 是这一切 都被你这个小小追尸定毁了 就算没有我 你以为就凭你的医术就能救得了他们 你可别忘 你刚刚差点害了张大人的姓 有了苏家的医术 我自然可以 因为只不过是我的垫脚尸 救好了我大功一见 救过我也是因为你那些古怪器具 就凭你的资质 等你学会了 你的病人分头草都该三尺 七处不清 还怪器具 你也不过是全靠器具 毫无医术的废话 没有器具 你什么都不是 你走都该死了 但是我在救人 而你却一直在害别人 我问 我去京城路上的杀手 是你做的 我也没想到你那么好 但我不相信 你们一直这么终于下去 您再不如何 你是没机会看到了 这人我现在带走可否 带上 月哥 你来的路上如此凶险 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啊 而且现在幕后的凶手已经被抓到 我的身体也并无大碍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病人的事 你一定要做好消毒 爷爷说的没错 这就是瘟疫 之前的瘟疫 都是怎么处理的 以往爷爷跟我说 三名都是关在城里 直到瘟疫结束 朝廷派过去的大夫 也不过就是进人事罢了 你瘟疫的扛牟宿口 要不要多久 就不做成 你会适合命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现在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三名 会流窜到城里 要是你没有什么好的救治办法 我们也走吧 这国义堂 就给他们帮个个落脚地吧 你们走了 这个想要害死我们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送我们进来 算了 你们 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 我们也只能在这儿等死了 你们是大夫 你们是大夫 活下来应该能救更多的人 不能陪着我们在这里等死了 能给我们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们就该感恩不及了 我去看看 如果真的是我设想的那样 或许 我能救大家 哎呀 别看看我儿子 你待在外面 我去检查一下 要是我怎么没有把握 就别看了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虽还未入职 但也是我的未婚夫 你干嘛 你需要害死他吗 想害死我儿的是你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病 从古至今都无药可疑吗 这是我从高松那儿求的福祉 是我最后的希望 什么动力 没了 阿明你不要着急 你这个太不说了 他明更远 真慌 我要先检查一下 还真是慌了 那就好解决了 那你还是走吧 不要因为盲目自信 害了自己的心 不 他不能走 他有办法的 到时候我就是因为好心 想试试救治 才害了羽儿感染瘟疫 如今 只能我们一家三口在这等死啊 可是浮水 我是以救星而为罢了 快走吧 别再成交 他知道后果 就让他试试吧 我们已经没有救了 我们还是快走 我们去啊 用艾策训训 或许能躲过那些 我能救 这只不过是肠道真菌感染引起的伤头下血 很多人最终都是死于脱离 照你这么说 病人多喝水就能得救了 尤其是他 若真是如此简单 怎么还会害得那么多人丢掉性命 别在这状态祸众 你们既然已经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如今给了你们机会 为什么就不能死马当活马医呢 若是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就都有救了 我从一多年 从未听我这种说法 以我看 你们就是想拿我们练手 给我滚 拿你们练手 我犯的着搭上我自己的性命吗 你别忘了 这可是染世即死的瘟疫 哦 真的有救了 这样 总该相信了 林玉呢 你还是带上我 可别还没救了我们 自己去打击去 我做什么 我奉陪 若是真的有效 日后 瘟疫就有救了 不 这样不行 一旦如何 你的症状还是太轻易 我来先救这更严重 不然就来不及 你们说的 我们都听明白了 我们都商量不好 你愿意做什么 尽管去做吧 谁说 赖民一条 若能苟活 谁愿意去死啊 好 月儿 你去取一些糖和盐 再打一些清水过来 你在这一天 这一天就有救了 你为什么被沉醋了 这么多人 要不根本不够 难道就只能这样 林玉 这不是你的错 要是不够的 根本来不及 根本就不够 可以找皇上 让工匠打造 我可以叫更多人打点地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这里是黄泉胜 感谢连胜医救命之人 感谢连胜医救命之人 日后 愿为连胜医当牛做马 谢谢恩怨 谢谢恩怨 爹 怎么了 完了 我也重重 这个呢 把它拔掉之后 三胳 扎进手中的血管里 不过呢 在紧急情况下 除了扎在手上 还可以扎在大腿枕 差点想你就交代了 微信了 喂 苏玉 难怪这丫头 哎 看来 这媳妇是不屈不行的 主子 皇上跑了 你派人从西北带来的人 都被国一堂的大夫治好了 什么 我以前有人治好的办法 你现在带人立刻封锁国一堂 再放一把大火 应该是皇上得到消息 要来嘉奖你了 不过是做了一个医生 应该做的 写个大夫应该做的 上头有令 为确保陈中百姓安慰 特将患有瘟疫之人 全部关进国一堂 来着 关门放火 你 赠指道 灵律与苏玉接旨 这是怎么回事 奉天承议 皇帝赵曰 闻国一堂 林语 研制出旧日瘟疫良方 正性慎喜 自国一名号 享一品奉祿 苏语旧人有功 为女子楷模 封第一女 愿二位免之 林国一 既然如此 那你们又是奉了哪门子上的命 你们的祖子是谁 好大的狗胆 属下也是奉命行事 奉命 奉谁的命 臣参见皇上 一群混账 林国一 乃救治瘟疫的大功臣 你们却要烧死他 是属下听说 国一堂收容了许多瘟疫患者 自个瘟疫都不犯于智 为了确保存在百姓 属下也是不得以为之 李统领 作为护卫军的统领 消息如此不实 看来 你坐这个位置 也是坐不实啊 官将三级 做个小兵吧 谢皇上不刹征 他们对于皇上庆是这个态的 怎么感觉哪不太对呢 朕 也有难言之语 属下办事不立 来请陈将责罚 小华丽周人运气了一回 连你是我的人都敢动 看来是要有新的动作了 私封国一 那也得看寓意同不同意啊 让赵瑜去试探试探 是 启禀皇上 赵瑜依求见 让他进来吧 该来的 早晚会来的 臣请愿 请皇上收回国一封号 否则将我整个太医院置于何地 什么 朕要封个人 还要看你太医院的脸色不成 臣不敢 只是 国一一致 姿势体大 若是被江湖骗子 得死成号 百姓 其他国 将如何看待我国一者 你在怀疑震的眼光 微臣不敢 只是 这与一相关 微臣 我们也是怕皇上被蒙骗 林国一 你怎么看 我刚刚在门口都听到了 既然不相信我的医术 那咱们不如笔上一笔 我想很快就能分出高低 不过是苏家小小的赘许 大言不惭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医术 今日比的是医术 又不是比刷嘴皮子 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我很快会让你输的 心服口服 黄口小儿 今日我就与你比上三场 若你能赢我两场 那 我就心服口服 好啊 你先出题吧 这第一场 咱们比 认药材 药材 可是医之根本 让我一个西医认药材 这 怎么 怕了 怕 这 第一局 我不跟你比 尊老爱幼 我让你一局 你 宣布吧 这哥们赢了 林国义 哎呀皇上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第一场 赵玉医生 这第一局 我让人 那第二局 比什么呢 这第二局嘛 咱们就比熬药 熬药最讲究的就是火猴 火猴掌握得好 药效才能被发挥出来 那咱们就熬一个 健胃消食了 好 哎 哎 你快好了没 我药 我药已经成了 我也好了 这药呀 闻人就让人想吐 该不会 是以催吐来达到消食的目的 你这是何物 这是我的独家秘方 健胃消食完了 其实啊 这个制药呢 除了药效以外 你这个庸医肯定没有考虑到病人的感受 都已经需要消食了 哪还能喝得下你这一大碗药汤呢 你 你可服输 这局就算你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这前两局都是你出题 你这第三局 不如就让我来出题如何 我还能怕你不承 你出 这第三局 我们就鄙视治病 还烦请皇上在宫中 寻找患病比较严重的患者 我们现场诊治 正和我议 最近太医院 刚好来了一位病患 烦请皇上 把他请上来 好 带上来 这位病人 腹痛男人 我有一位独家秘方 可以阵痛 阵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你知道他的病因是什么吗 不过是胃肠脑筋鸾 止痛变得缓解 胡扯 他并不是副总统 而是右下部部疼痛 疼痛早期只要集中于 胃部和其周围 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痛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那 这到底是何病人 怎么 你是准备认输了吗 哼 我不过是想听一听你的诊断 好 那就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 此病 叫做蓝尾炎 蓝尾与肠道相连 蓝尾部出现炎症 于是 会出现疼痛感 什么蓝尾 闻所未闻 一派红颜 那我问你 你真痛多久 患者可有好转 这 疼痛三日了 疼痛病未还击 难道 你有更好的治疗方式 当然 只需要做个手术 将蓝尾切除 并不会再痛 你说的手术 不会就是开疼破度 你刚刚说 这蓝尾与肠胃相连 又是开疼破度 又是切除肠道 你 不会是想要他的命吗 我国医堂已经做了很多例手术了 这小小的蓝尾严 把它切除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不懂 就不要胡说 你刚说 要考虑的是病人的心情 你大可以问问 愿不愿意让你做手术 真的要开疼破度吗 开疼破度 我还能活吗 没错 不过 会给你缝合 没问题的 不不不 现在这样虽然疼 但是我还活得好好的 开疼破度 我这小命难保啊 林大夫 你这是为了自己出名 不拿病人的命当命 还是说 病人如果出了什么意外 你愿意 一命顶一命 我敢说 就一定能治 皇上证明 若是不能 我愿意一命顶一命 皇上 您看 如何是好 皇上不过是个见证 你不要混淆使听 你不能一直靠着纸通药生活呀 现在有一个机会 如果 我手术不成功的话 我愿意一命 抵一命 你可愿意 我真的还能活下来吗 呃 呃 啊 你在副什么 震痛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真的不痛了 好 我愿意相信你这一回 我愿意做手术 帮请皇上安排个房间 让我做手术 我愿意做手术 手术一切顺利 病人很快就能够醒了 我不相信 有人开膛破肚之后还能活着 我要亲自进去看看 为何烂我 还是说 你根本什么都没做 你在骗人 怎么说你也是个大夫 连什么叫做伤口感染都不知道 你现在进去是要病人的命 而且 手术过后 病人是很虚弱的 依我看 这病人早就死了 你在此处 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 放心 我肯定是会让你进去的 不然 怎么证明我赢了 这个戴上 这是何物 像我这样戴上 别动 撞着别动 好了 你可以进去了 不可能 除了吃血虚弱之外 确实已经没有大人 开膛破肚 居然真的能够喝 我之前有个好兄弟叫何峰 他也是烂尾炎 我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 就解决了 我 我不能让他一死 住手 就是这么说不起的吗 要拿他的命来抵我的命 赵御医 愿赌付出 皇上 来人哪 销取他的乌纱帽 活书军给我淹了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 皇上英明 赵御医被砍了 不过是个民间带来 不过是个民间带来 我倒要看看小皇 你看上的人能有多少能耐 来人 你没事吧 你皇上罩着我 那有什么事啊 不过是彼氏耽误了一点时间 让你就等了 没事就好 救命啊 谁要救救我 我 应该是被车马撞了 这里离国一躺不远 我们送他回去吧 嗯 他这样 还有救吗 必须马上进行手术缝合 之前我让你准备的选项 准备好了吗 这是今日的 嗯 够了 准备输血 我来进行手术缝合 你们对我夫人做了什么 啊 你 哎 我们在路边看到了他 把他带了回来 一惹人心 你先出去吧 不然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 啊 我们好心救你夫人 你却狗咬吕洞兵 你现在就把他带走吧 出门右转有个棺材铺 刚好为他收尸 我 但是 你不想把他带走 他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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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他 我 你 没有 年轎 她都已经治疗了 还有的救吗当然有救 现在拖了时间越久一分 她的危险就更多一个 人 Mainten 救救我夫人 律师们 你刚刚不是还硬气的很吗 现在怎么还来求我们了 哎好了别说了 起来吧 你快出去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您 你的手 你的手這樣 根本就做不了手術 一面關天 鬆開 之前看你做了那麼多手術 這次就換我來吧 你在旁邊指導我 你進來一下 我問你 他是不是平時頭痛難忍 覺得自己命目久矣 我 你怎麼知道的 這麼做我的事 你怎麼現在才告訴我 你差點把他給害死 把刀給我 這個手術 已經不是你能做的 你想他怎麼樣了 手術順利 等人醒了就好 他把他腦子裡不該有的東西都摘了 以後他不會再偷疼了 真的 燕娘他 不再偷疼了 太好了 這就好 謝謝你們救了燕娘 你們就是我大山的 再生父母 你既然這麼有錢 為什麼不帶他去看大夫 這些錢 是金燕的賣命錢 他們說燕娘反正要死 如果能為他們做點事的話 這些錢就歸我們了 燕娘 他也是為了我才做什麼事 他沒有馬車把燕娘撞傷 讓燕娘躺在那兒 說是自我有人來救他 到時候先讓他死在你們手上 讓他鬧上一回 讓全人人都知道 你們國一堂 已死人了 這的確是個必死的局 就算我能治好他的外傷 以他的病 他也必死 可是你們不是說 你能治好他的嗎 我想他們也沒猜到 我連他的病能救 對了 你還記得 找你的人 是什麼人 我看這馬車上 有陳相府的標誌 陳相 陳相為什麼要賞我的嗎 我們進去看看燕娘吧 當然 別隨意亂動 好 下來 你留在衣服 我要先進攻一趟 難道朕 真的只能送自己的親妹妹去和親 一禀皇上 靈國一求盡 皇上 你給我交個實底 你到底是不是跟丞相有仇啊 你是想知道些什麼 我能想到的是 就我這個平頭老百姓 能跟丞相吵上關係 並且能讓丞相嚇害我的 只有皇上你了 看來這丞相 不打算放過你啊 皇上 你有什麼事倒是跟我說呀 我也能提前做個準備 像今天這種情況 我下次要是再遇上了 可就真不一定有這麼好運了 之前的護衛軍 還有趙玉依 都是丞相的 趙你這麼說 我是把丞相得罪得死死的呀 怎麼 你是想跟朕作對 不不 我就是知道的太晚了 太震驚了 那朕 能相信你嗎 皇上 那你還是別說 我害怕我知道太多 死得早 朕 又年即位 丞相代為堅果 如今朕成年 丞相依然把持著朝政 這朝堂之上 都是丞相的耳目 朕 只能是徐徐途治啊 你這皇上當的可真不容易 就沒有什麼辦法 能整治下丞相嗎 之前朕的手下 有一餘餘家 掌握了丞相 謀反的證據 在迴京的路上 被丞相滅了滿門 如今再想掌握證據 真的是難如登天呀 齊敏華 公主 出生了 隨便 羽衣 公主三 動快 可等已經盡力了 你是何人 讓公主不敬 煘河讓開 讓林國儀看一看 是 你是何出现假死状态 这古人可不知道 都是奴婢的罪 是奴婢没有看好公主 让公主知道自己要和你 只有头的和 皇上 你赐赐奴婢吧 奴婢好家就进去伺候公主 公主已经埋了契契 她这是在干什么 你我一你 公主她没死 皇上 公主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就算已经没了 也不能让人如此侮辱 你 皇上 放过公主吧 公主都没了 为何还要如此玷污她的尸体 再等等 放开 公主 你是何人 她对本公主不信 来人 我压住她 公主 忘了不可 才叫皇兄 才叫皇兄 还好意思叫我皇兄 简直胡闹 你会到书房来见我 林归义 我们走 公主 公主啊 您卖这儿真的太好了 都被你们知道去地下厕 公主了 你把刚刚我偷偷之后发生的事 跟我说一遍 林国义 你还有什么事是朕不知道的 你竟然能让人起死为生 皇上谬赞 刚刚公主不过是被过气了 也就是俗话说的 假死 而不是真正的死 若是不能及时救治 那就不是假死 而是真死 御医这碗吃干饭 不管怎样 是你救活了公主 不如皇兄就把她赏赐给我当一父吗 那 核心之事尚未定论 你去投何自尽 你是怎么想的 皇兄此言诧异 林国义在这母婚婚之下对我 如今我清白已毁 又有救命之恩 除了嫁给林国义 我又能如何呢 我刚刚不过是情急救人 还望公主见谅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想娶我 能够娶到公主定是三生有幸 但在下早就已有婚约 还望公主见谅 不过小小婚约取消了便吧 本公主可赏赐她黄金千两 作为补偿 呜 林一乃是苏老御医的孙女婿 岂能让你任性胡来呀 皇兄 可是我的清白已经被林国义给毁了 难道你忍心看我从此长曼青灯 聊此余生吗 这样吧 林国义 我把公主许配你为妻 再把苏玉许配你为妾 如何 这是古代 可以三妻四妾 我刚刚怎么没想到 长蒙皇上和公主厚爱 若是皇上定要让我娶公主为妻 那我希望能娶苏玉为平妻 林一义 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公主 你让我跟别人一起进门就算了 还想让他当平妻 跟我平起平坐 他平什么 我说公主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你这 你也太仗势欺人了 你说是吗 皇上 来人啊 把苏玉请进宫来 不知皇上招名女入宫所为何事 不是皇兄找你 是我找你 找你来 是让你跟女女退婚的 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其实 事情是这样的 既然是为了救人 还请公主不要躲下 毕竟在大夫的眼里 是没有性别之分的 当时别说是公主了 就算是个太监 宇哥也是会救的 你 你竟然敢拿我跟太监消逼 绝无此意 我不过是想跟公主说 宇哥无意如雨清白 一切都只是为了救人罢了 还请公主 收回臣命 如果不能嫁给林宇 可能还是要去合亲 更何况清白一会 如今 林宇才是最好的选择 宇哥 早已答应我爷爷要入坠苏家 也就是说 他早就是我苏家的人了 请公主不要强人所难 以你的医术 何必要入坠呢 这事一直没时间去解决 你是怎么能开得了这个口的 如今 林宇已经贵为国一 你居然还想要入坠 当然是驸马的身份 不用配得上他了 这都是林宇心甘情愿的 别以为你是苏爷爷的孙女 我就不敢动 小心 致你个大不尽之罪 这样林宇就是我一个人了 林宇 你跟他说 是你自己愿意入坠的 其实当时用坠的 的确是权宜之急 听到没有 是林宇自己说 不过是权宜之急 现在林宇要当我的驸马了 你闭嘴 我话还没说完呢 苏宇 其实 我一直有话想要对你说 当时入坠 的确是权宜 但如今 我想明媚正确 去你为我林宇的妻子 找我林家的媳妇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 你 等等 你娶她 你先是如我清白 又拒绝娶我 现在更是当着我的面 想苏宇求婚 你把我当什么 你治皇家的原面 于何地 来人啊 给我偷出你开了 你要敢动她 就先从我的尸体上 快过去吧 好啊 那就成全你们这对 亡命鸳鸯 早知道你是如此 恩将仇报之人 当时 就不应该让宇哥救你 你让我当驸马 除了清白以外 主要是不想去和亲 若是我死了 你便只能去和亲 而且还要带着乌鸣去和亲 这种后果如何 我想 你比我要更清楚 你敢威胁 你敢威胁 不拉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那点小心 但是林雨 你也不能致皇家颜面已不顾啊 皇上 如果公主非许不可 我用这个 换取她为平妻 总算可以了吗 皇兄 我给她预配的时候 答应为她做一件事 如果你许配给林博依 你也可以免了核心之事 我讨厌你们 林雨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但是玄梦这边 你必须要亲自去和 苏玉 于公 玄梦是公主 她有些脾气的 你要忍着 于斯 我也是她的兄长 平时你也要多照顾她 这下你也算圆梦了 你 还有何话要说 民女 本只想伴在宇哥左右 没想到宇哥 恶求的如此恩典 民女多谢皇上 诶 写她干嘛 你应该写的是我 走吧 还真是个好兄长啊 我倒要看一看 等离国的使者来了 你又能怎么办呢 此次公主不能和亲之事 已经传到了离国 他们已派使臣下来 看来来者不善 兵来将党 水来土渊便是 说的倒挺轻松 哪来的将 哪来的土 还不是因为公主太人性 那 确实怪我 皇兄 不然还是把我嫁过去 反正 我和他的婚事 也还没下主 诶 爷呀 你可是我预定好的老婆 我可是不会让你嫁给 离国的那个老头子的 你放心 天塌下来了 也有你男人顶着呢 这一次你要是真能帮到皇兄 我就答应你跟苏伊当姐妹 这使臣一般都会比些什么呢 除了比武以外 还有一文一算一绝 这一文当然就是诗词歌苦 朕倒是不担心 这一算 这是算术 他这一绝又是什么 离国商业发达 多的是账房先生 这一点我国比不上 这一绝 听他们队伍里有一个可以废水捞物 嗨 我还以为是什么 废水捞物而已 下次 我让他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 滚油捞物 这跟您是办的怎么样了 主席发行 好 把让你找的人都带上来吧 皇上 找了两个上算的帐房 一个手受伤 不能拨上牌 另一个上吐下泻 重病在床 那个手可伸进废水之人呢 他全身被废水掏伤 现在见到水都害怕 长相 皇上 再去潜潮了 淋雨 希望你说的话 都可以兑现 离国使臣阿卡索 参见寻国王上 这么期望我们家大舅子 都不是现在 你们离国的使臣 都是这么不懂理解的吗 连什么叫做入乡随俗都不懂 你是何人 在下不才 寻国区区一个代表 可是连我这个代表都知道的道理 都为了我使人进来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入乡随俗 见了寻国 你是偷虎也得给我扒 行李就谎包行 别整理就死去 看就打天堂 寻国王上 你国的大夫 都是如此张狂的吗 使神莫脑 斯大夫是为你们准备的衣冠 衣术相当不错 就是这说话 直接了一点 但是你们没来之前 是朕 允了这事 你 也包容一下吧 那就 干票 我呀 就是说话随便了 你呢 也担待 其实吧 我是不会骂你的 不过你放心 我只会骂那些 不知道李廉恥的畜生 李国使臣 阿卡索 拜见寻国王上 免礼 听闻 孟公主 我所添香 不是在下 可否有幸见上的 你们离国人的记忆地处 太好了 要不要我给你们检查一下脑子呀 你 都已经说了是公主了 还是你想见就能见 而且 公主已有婚约 更不是你随意就能见的 就是就是 李远 不错 不愧是本公主的姑妈 你身旁坐的这个姑娘 不错 不如 让她对我挑战 好吧 你个大色鬼 又我跟苏玉姐姐还不够 还敢找李公胡蕾江 现在不能出去了 这是我的妹妹 这位大夫请你放尊重些 公主也是皇上的妹 这么说 使臣明白了 吃我疼吐了 冒我受受罪 不过就是件小事 大家 各退一步 原来是这样 干的不错 绿衡 拿我的手牌 去把苏玉姐姐请进宫来 我要跟她一起看看 林语是怎么干翻这些丸子的 主 您说话稍微注意点 不要是被别人听不去了 又不知道要成了什么样了 好了好了 快去快回 皇上 此次我国照旧 派来三位人 参与贵国秘识 本小赢了比试 引许贵国公主为贵妃 可如今 公主已有婚约 皇上不妨 将堵住 换做边境两城如龙 两城 不就是两城 小问题 不过 若是你们输了 你们准备了什么 若是我们输了 我将我的妹妹 赠给皇上 前不凸后不翘 脸还不让看 不这样 在我们皇上的后宫可都是电影的 你拿她跟公主做对比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你也别着急 这样 我们把赌注 提到三城如何 你一个大夫 也可以代表寻国了 不过作为对应 若是我们赢了 敌国也要给寻国三城 哼 贵国是不是太贪心了 怎么 你们要 就是失识 我们要就是贪心的 这是哪门的道理 不过 若是你们害怕的话 我倒是有个方法 能让你们少输一点 我来听听 这样吧 一共三局 一局一成 若是你们侥幸能赢一局 这不是可以少输一成 你想的没 怎么 是权限不够啊 还是不敢比 或者说 你们赌不定会输呢 就要是联赢了我们三局 可是会联赢三城 皇上 三城之事不可而戏啊 不老丞相费心了 是朕的意思 林雨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苏丽姐姐 你说林雨她真的冷容吗 这可是三城啊 我相信她 她是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的 好 比就比 等等 怕了不 我是怕你耍赖 先签个合约吧 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签个字 以示证明 其人太甚 哎 你这用词就不对了啊 我这就未雨绸缪 不过 还是说 你们本来就打算什么赖 好 签就签 现在 契约已经签了 我们就开始比试吧 当然可以 我就不参与了 这恐怕由不得你 契约是由你一人签订的 所以 比试 也应当由你一人完成 你痛 总不能都是你说了算吧 现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难道 你想不战而败 拱手送上三城 傻子 他们还以为林雨中招了呢 没讲到林雨是打算一个人上三场 这招用的高啊 这下 就算是他们想换掉林雨 也没有办法了 好一招一堆未尽 合约已签 林国一 要为我训国的三城 兵尽全力啊 就能拼了 那就开始吧 第一场 由我妹妹阿卡莎跟你比上一笔 阿卡莎自如是 请指教 林雨 没有字 没想到船上中的如是先生 竟是你国人 还是个女子 难道我枯骨寻找的如是先生 居然是他 不知道林国一 是不是对手啊 换了换了 这林雨 怎么能打得到爱如是先生呢 是 如是先生是何人啊 我看你啊 是学一学傻了吧 如是先生 是当今文坛 唯有一人 只要留下诗句 必传唱两国 无人知晓 他是男是女 他是老是少 这狐狸精 真是如是先生 林雨他就输定了 这可不一定 你以为皇上是如何输给林雨 你以为皇上有一个玉佩和承诺的 就我皇上那半调子 随便来个人都能打败的 这如是先生 可不一定 不如 我们也来打赌吧 要是林雨 云啊 日后我们友好相处 你也不能为难他 也不要把公子架 我们姐妹想撑 好 那他要是输了 你就当歉 不许抢位置 好 一言为丁 你就 这么相信他 林雨他不一样 嗯 呃 你可以先出题了 我也不欺负你了 就让你先出吧 让你出题就出题 你儿们就是你啊 拖拖了了 你 真是笨啊 你自己出题 不以前做过的失去题目不就好了 他都让给他 他还不要 还不会 真的是看上这狐狸精了吧 公主 不要着急 既然这样 我们就以一月为题吧 你有一个什么问题 要不 还是我先来吧 请 明月 几时有 把酒 问青天 但愿人长久 千里 共缠绢 哎 就在刚刚 我又想到了一首 花间一壶酒 独卓 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卫营 成三人 月将不将营 行乐 须几春 你干什么 快做事啊 做什么事 这两首无论是哪一首 都胜过我以往做过的所有事去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必须做出事了 代价可是一座成 这一局我们输了 我还以为我要多倍几手 好 林国义 是否要休息一下 再比试下一场 不了 义无作弃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原来 李里这么厉害啊 他做的事真好 公主 愿赌服输 苏姨姐姐 以后我就不要叫我公主了 我叫学梦 找小梦就行 你个人精力有限 后两项赢了 我们至少赢得一成 关键是得沉得住气 不对 两胜不是应该赢两成吗 我们被算计了 看起来是三成的赌注 但循国只要赢了一成 他们后两场即使是放弃了 也只输一成了 可是如果循国都胜了 那他们不是赢了三成 仅凭他一个人 可能吗 好了 可以让你们算着从来 那狐狸精是不是看上雷雨了 快放开我 我要出去撕碍他的脸 就算他是如是先生也不行 小梦你冷静点 你看 雨哥都没看他 算题为三 一题由我先出 一题你出 以算对正确的答案为基准 至于第三题 我们以古书中 智兔铜龙体为加分体 智兔铜龙 考学学生的 第一题由我来出 从一加到一千 等于多少 五十万零五百 对的 对的 既然我的导演已经说了 那么我的问题是 一共有五十个笼子 每个笼子里有一百只鸡 试问有多少只鸡脚 一共有一万只鸡 一共有一万只鸡 对了 要是再算不出来啊 我就要睡着了 这第三局 还要比吗 比 比 比 必须得比 三局两胜 行吧 出题吧 今有智兔铜龙 上有三十六头 下有九十四只 问 智兔各几何 智二十三 兔十二 我的问题是 今有兽六手四足 兔四手二足 上有七十六手 下有四十六足 问 禽兽 各几何呀 你在胡说什么 你说的是 虎书后的问题 我只知道 智兔同龙 这 禽兽的问题 我还未能算出啊 七禽八兽 我想这一局 胜负一分了吧 嗯 我输了 胡佳 你身为一个算者 连一个袋子不给我 要你何用 让你带刀 是给你作为一国使臣的面子 当着皇上的面 喊打喊杀 你们离国 就是这么输不起 洁兵皇上 这局是我们输了 是阿卡索 他在激动了 我们也要除去所有武器 滚了 如今 我们已经赢了两局 这第三局 也就没有比的必要 不行 第三局 废水取物 必须比 就由我跟你比 我怕伤了你 你又要耍赖 不过如今 我们已经赢了两局 第三局就算认输 也是赢了一局 我又何必要跟你比 不知林大人可敢加大赌注 如何增加赌注 最后这一局 我们以两成为赌注 若你赢了 我们离国将双手奉上四成 可是要是你们赢了 我刚刚赢的可就都没 若你输了 之前的都不算数 但是呢 你可以得到离国四成 狐狸精 这个 我得向皇上汇报 皇上 他们又要多送一张 这个废水取物可不是开翻笑的 你这手 你还是个大夫 他们一定会想起 办法让你受伤的 皇上 你一会假装有正常 并且一定要牺牲我去 多换一张 然后把废水改为滚油 并且一定要让我先上 你这道手对于一个大夫来说 有多厉害 正义 正义一绝 既然 赌数已经增加了 那么难度要增加 就改为滚油取物吧 可是 这滚油我也不敢 不要他先不敢 这局我们就赢定了 那就依皇上所言 凌鱼 你先上 皇上 你这是让陈鹊死了 李鹏 早上安排 他浴室扔进去 哦 冰宇 把浴室捞上来 皇上 放陈一条生路吧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是呢 把他的手给我按进去 是 浴室再死 该你们了 怎么会这样 哎 男女受受不轻啊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 该如何捞取 乘家那枚浴室吧 这一切都是你算起好的 你们皇上 刚刚在陪你演 厉害啊 是呀我 好意 哥 我们弃拳吧 我会倾向皇上请罪的 不行 那样会要了你的命 飞水都可以 我有 睡小白脸羞 我也一定想 骑兵皇上我们弃拳 按照契约 我们离国 将换问四辰给巡国 我们就先告退了 今日 是 林国一不费一兵一卒 为我国拿下了四省 我们所有人 举杯为林国一 庆贺 弱了 是 你说 这公主跟苏玉的关系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 非得把苏玉留在宫里给她 先生 那个 游锅取物 是什么回事啊 想知道啊 就不告诉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物理现象 物理啊 你还是别问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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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边 那我咱逃吧 接着你先走我的号 好 今日若是有杰瓷家具便可请到我归房中一序 今日不涉体不知哪位先来 我 杀手肯定以为我在逃亡 要是我进了花魁的房间肯定是万无一世 我看你是回家做梦去吧你 就是 你看他这事跟在泥泥滚来一样 难道见个花魁还要占狗洞啊 姑娘刚刚说了 只是考验财情 可没说要考验衣着 公子可知 就算财情得我心意 想进我房里 也是要白银白两 下次再来吧 回家做梦也好 就见个房间就要白两 这花魁不愧是花魁 若是公子囊中羞涩 还是下回再来吧 怎么 男人不能说不行 有钱又怎么样 就你这样的一腿子 还能做出什么好事啊 关你什么事啊 沉嘴皮子之力有什么用 我们手底下见证的 今日李二就来为二位公子做个定夺 戴着面罩算什么花魁啊 脸都看不清楚 难道古代戴了面罩 已经凭什么花魁了 笑什么笑 难不成 已经有佳作 佳作 随时都有 你别随便一手打油诗 就说是佳作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何如薄杏锦衣郎 比翼连珠当日愿 好一个人生若主如初见 好一个比翼连珠当日愿 字字朱击 今日 这位公子 便是我的入幕之兵 烦醒别的公子 明日再来 不行 今日有我在 这个你得的就别想进你房间 愿路服输 婚宵已可值千租 老子不跟有 公子请自咒 林二只卖一不卖身 放进房间干嘛 自然是听取音旧 还是说公子有什么别的想法 林二可以送公子 去别的姐妹房里 虽然 我没打算做点什么 但外面这些男人 抢的头破血流 原来只是为了听这女人唱歌 林二这就叫别的姐妹过来 我误会误会 其实 我是专门来听 林二姑娘的曲的 就不劳烦其他人了 你怎么还走啊 公子 林二去换身衣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请 哎呀 这服务可真不行啊 怎么没想着给我换一身 上哪能换身衣服 我应该会 从来 专相之子红是风 偏爱有才俭的女子 我到底是想攀附丞相 还是跟他有仇 要是想攀附丞相 我可就完了 不过要是跟他有仇 我倒还好 有仇你带如何 这个他自己调出来的 跟我没关系 你还没说 有仇你带如何 仇人的仇人 当然是朋友了 你跟丞相有仇 我得罪了他几次 他觉得我是皇上 我 其实 他就是想要我的命 你是皇上的人 外面的人是找你的 有没有可疑的人在里边 大人 看您这衣着 要说可疑 也是您更可疑吧 奉丞相之命 急拿要饭 还望姑娘配合 大人 这是奴家的闺房 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烦请大人 去别处看看 你个青楼祭祀 我还规范 让开 我要亲自查验一番 大人 奴家是卖义不卖身的亲官人 还望大人见谅 你个窑里的下咽东西 还敢装清高 依我看 这人肯定藏在你屋里 红公子 少爷 参见少爷 怎么回事 随便少爷 居下奉老爷之命提拿要饭 正义前去查财 贝祖 红公子 他就这样要强劝我归房 我不愿 他就说奴家 奴家是下奸东西 他说的没错 我一个藏话败脸 只能配得上红公子呢 你以后 还是不要来了吧 什么意思 连个金城都知道 连二姑娘来我欣赏之人 敢对他无情 找死 少爷饶命 我也是奉老爷之命抓人 才心急了一些 别闹我爹 我爹都抓到青楼来了 你以为 你追杀的人 还有心思在青楼玩 甚至还找上了花魁 看 又是讲在公务之边 前来快 还不快滚 是 连二姑娘 红公子 罗家近日受了些惊吓 想早些休息了 还请红公子明日再来 明日连二 必好好感激公子 连二姑娘 多谢姑娘救命之恩 没想到 追杀我的人也是丞相 你和丞相到底是何关系 我和丞相有诸多物 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那你就是狗皇帝的人了 你既然不是丞相的人 那你应该是皇上的 为何对皇上如此怨恨 当年我瑜伽为了皇上 搜集丞相付证据 无心尝胆之后 你想到这狗皇帝 羡慕杀驴杀了我全家 我听皇上说的是 当年 丞相得知瑜伽有他的证据 之前朕的手下 有一瑜伽 掌握了丞相谋反的证据 在回京的路上 被丞相灭了蛮难 于是他灭了瑜伽 为了毁灭证据 他一把火烧了两颗瑜伽 不可能 我亲耳朵来人说是奉皇上的旨意 那我问你 皇上可有得到证据 杀我全家 还想得到证据 做梦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皇上想要杀了瑜伽 他完全可以得到证据以后 随便找一个理由灭了瑜伽 这样可以更好地斩草出根 他又何必要偷偷地杀你家 丞相到底为何这样的人 我猜 丞相早有谋搜 让你在怨恨丞相的同时 更恨皇上 不可能 他怎么会知道 当年会有人都跑出来 所以说 他是老狐狸 老谋深算 连这一点都想到 不然 这么多年你不会不去联系皇上 而丞相 却可以高枕不忧地做不该丞相 你说的有几分道理 如果我要让皇上亲自来解释 如果皇上亲自给你解释 你会把证据给他 没错 只要能证明此事非皇上所为 我定将证据双手奉上 现在 丞相已经对我起了杀心 对于皇上的防备肯定更多 想要见到皇上 并非一时 与我无关 我只要见到他 具体怎么见 那是你的事情 不管是古代还是显代 女人都是一样难不想理的 就那个 公主 快去救救我们家先生 你也出事了 与何 大人 我们去救父吗 你确定 林语是往这个方向跑了 这个方向我们都找遍了 除了 这个亲女 应该 应该不会的 何如不信 景一郎 有意连至当日归 好事实在是好事 你的那首诗 是谁做的 是 刚刚花魁的入木之冰 所做之事 在哪 小娘子 既然是入木之冰 如今自然是在花魁的房里 你个小娘子 好啊林语 我们在外面为你担惊受怕 亲女们 家里是寻欢作乐 你们听我解释 回去再解释 哎呀 你先别我闹 你先讲跟我吵架 把你哥闹了 你不思悔感 还敢使唤本公主 这件事 是不是跟花魁姑娘有关 没错 是大声的 我怀疑可能是没有成乡人 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我是不会帮你们的 哎呀 小梦 一会皇上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再说了 我们现在都很需要你 你很重要 既然 我这么重要的话 那我就帮你们一把 绿河 父妈爷竟然敢背着本公主去画楼 快去找人把黄兄给我请过来给我主持公道 黄兄 本公主的家事也是你能听得的 李河看着他 黄兄你要不要好好管管他 他都已经有一个平息了 还想那几房小的嘛 小梦辛苦了 你天真好 你还记得余江吗 当然记得 余江的时候还是我跟你说 余江灭门惨 有一个火口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谁 因为他以为 当时灭了余江满门的是皇上你的 虽然 余江因为忠军怨恨丞相 但对于他来说 更应该怨恨你 去杀了他全家来的 一派无业 这怎么会文难余江 丞相最正的还在吗 应该还在 但现在的问题是 他要你亲自去跟他解释 并且向他证明你的凶手 就这样 让他愿意将证据双声 对着 要黄兄去跟他解释 他承受得起吗 你说的 是那位花魁姑娘吗 没错 跟他小的时候 一见证了面门 之后我们在青楼 一直没怕滚当 在这种情况下 采访了个证据 皇上 一学前很有奔歉 这件事看来 很不简单 要不然你也不会 让小梦来找我 我发现你身边亲近的 一种能成像的人 不然 云家的面门 和这种腹地成型 不会如此顺利 我相信绿河 公主 我假装跟他说 去吃点东西 偷偷回来就看见 他趴在门口了 护马爷让我发现 就给他推进来 绿河做得好 这样你明白了吧 皇上饶命啊 奴才 那是想知道 皇上有没有被气的 小德子 跟朕几年了呀 回皇上 五年了 朕基本下四年 丞相 何时派人监视我的呀 皇上 你说什么奴才 不明白 我要打草惊喜 别痒了 当你被推进来的那一刻起 事情就已经很清楚了 你在皇上身边这几年 对何无为丞相直接杀了皇上 你这问题 没错 我是丞相派来的人 丞相只是让我来打台皇上的消息 可能丞相 并没有想害皇上 他只是想设阵 这个时候你还在骗人 国一堂的瘟疫 在丞相的计划里 皇上 应该是死在其中的人吧 丞相到底学了你些什么 或者说 他怎么告诉我 我是陈家的人 因为兵录 一直被送在外庄寄养 对外 也从没有说过我是陈家少爷 陈家因为公平不合规制 被满门操宰的时候 我逃过一劫 又是一个愣妄之一 这丞相 是不是就喜欢这样的 陈家作为皇上 一直小心翼翼 怎么会犯这样的错 我为了查明真相 混入皇宫 以外被陈家发现身份 陈家告诉我 当初公平 是因为还是皇子的皇上挪用 陈家 不过是踢罪牙 他让你留在皇上身边 为他做事 他早晚替你报仇是 之后你又发现 皇上并不是这样的 你很纠点 你怎么知道 电视剧都这么演 既然已经被你们发现了 要杀要挂 我绝无怨言 还是先让皇上 跟你说一些陈家的事吧 我相信不是他做的 如果是他 他早就跳出来承认 不然你相信我 但这话听着怎么 这么不舒服呢 好了 还是先说一说 陈家公平一事 陈家的儿子 陈家的时封毁坏了共平 家伙给了陈家 我苦说无果 丞相 又历见我父皇 满门超闪 以杀鸡尽候 原来 我一直在为仇家遵守 反派的常规操作 现在是有瑜伽的证明 可是瑜伽 当初是我告诉谁像瑜伽的事 皇上 你杀了我爸 你看 现在的事怎么办呀 一切如成 你向皇上诟病三日 并且 一定不能引起丞相鬼 我 想犯的话 就按照我说的 你先去门口守着吧 不不不不 你先去门口守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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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也有体称胜算了 全凭运气 接下来呢 就是你们要把我揸进青楼 让皇上尾攻得同气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明明皇上还直接照进花椎进宫 是不是你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所以要再去花了 一切越自然越是顺利成章 丞相才乎得怀疑到花椎的身边上 这会认为是小孩子的玩弄 好 既然你们一定要说 我跟连儿姑娘有点什么 那我就去她那住下 还望姑娘收留一日 姑娘所求 必定有愿 费 连了什么夫妻之内的大夫 你都解决不了 当时 肇业突然出现 皇上说的对 算 也算有所得吧 不过 我们得给她添拔火 不能再让她破坏我们的计划 这样 告诉尼国的阿卡莎 就说 你喜欢她 林雨 你可是罪啊 感冒皇上 我何罪之有 你 身为未来父母 将来攻来流速青龙 李之皇将来灭于何地 我现在 还不是父王 公主 还请自重 你们 你们都要本公主管 不然 看到你们的脑袋 你 你留下 这个狐狸精 还敢逃 绿衡 把门窗都给本公主关上 又想让别人 开了本公主的笑话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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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 那是在外人面前演戏 不是有一样骂你 你可别误会啊 不过一句狐狸精 又能算那个谁 不认识 我姓鱼 我姓鱼 当面一个夫子 我说 皇上 狗皇帝 我御家本来安稳 我家父认你为明君 替你收集成下方证据 这一色被葬送了 我御家三百多何姓名 你拿命来 你跟你姐姐长得很像 如果你姐姐还在的话 你一定会带你认识我的 你认识我姐姐 如果御家没有出事 她就是当今的皇后 什么 如果当时我娶她 或许应该逃过一件 你少在这假心情 那你为何不娶 如果当时娶她 就是明年上的靶子 是丞相的眼中冰肉中刺 狗皇帝你说的好听 我什么能证明你说的 那个时候你还小 但是你应该记得你姐姐的笔记 哈哈 这么多年 受苦了 真的 我怪你 有怪就怪那个丞相 她以为当年一把火 就能把罪证烧得一干二净 但她根本没想过 东西其实没在岳父 那现在东西在哪 东西在渔府老宅的水井中掉着 那我陪你去取 不必 东西必须我亲自去取 否则一个意外 东西就会全部掉进井里 是 你说的 万一被丞相发现 那就 那 也不知道刚刚那个簪子 是顶在谁的脖子上 东西怎么娶能完好龙子 只有我知道 我非去不可 其实 也有一个办法 既能保证万无一失 有能混淆丞相的事情 你怎么总我总有办法 快刷听听 皇上呢 走在明面上调查 暗地里面 我们缤分三路 一失两虚 这两虚是 这其一呢 便是小得子 这其二呢 便是连二虚 哎 还有一时呢 以后你就知道 奇并丞相 皇上要重启当年瑜伽灭门的案子 好的 本官知道了 功功辛苦了 去回吧 干净他 必要是 坐 把盒子跟我招出来 不 那就别管我不客气 小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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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想到海龙 我是知道你 想什么想错了 想出来的 恭喜 那口识 一定一定 帮我成家 烦安 我们的冰村康 希望我进去了 前面是 一块山山 下山山 连设置都不完整了 我家的密尾俩 再好不过了 把我给皇上说一句 陈克 便为他答案 不要说 麻烦了 你 你说 你说 我什么时候做错了 是我害死了 他 为了家人烦安而死 这是他最好的结果 你不要做的 算是实践他的梦想 成像 我给你施不两立 我给你施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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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 的租 规罗 下烦安驴可名鱼服啊 竟然一直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怕点让他跑了 第三层 ées 人生能得莲儿一知己 真是一大幸事 今日就算为莲儿去死 我也心甘情愿 黄公子谬在了 你是要我 还是要你小主子 莲儿 你这是做什么 大少爷 否则今天又是你的死期 那你尽管试试 退下 你没看到这个见识 真的想要杀我吗 莲儿 直到这次 我也可以忙了不收场 想要银子 我可以给你 放了花 黄公子不是说 为我死也甘愿吗 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 贱人 谁会为你一个 叹花败流去死 老子的名金贵的汉 你敢跟我比 你 这 金 他掉 老爷把你抓回去 不然搞死 胃口 还好是外伤 女姑娘受苦 只要能让我活着见到丑相去死 女后 快去把黄胸给我请过来 公主找到了吗 找到了 丑相那个死胖子 估计还在到处找这个盒子呢 没想到被他的亲儿子 当成贺礼都送过来了 红公子为何困扰 公主神称快到了 并不知道送公主什么理由才好 奴家这有一个玩意儿 保证公主会很喜欢 拿来看看 确实 莲儿 可真是我的接一话 来人 送进宫礼 多数我给公主的生辰礼物 什么 你回事 任主啊 王姐再给他的一封信 现在不如上班的时候 先把事物做 不然 那负通的就在不及 对不起一下昨天见 红磊 你可知罪 我何罪之友 不过是陈王败过罢了 早知你有此造化 我当时就不应该留你 还有你这个妖姨 真是千里之地 惠于一穴 陈家满门 于家满门 将军中毒 瘟疫事件 这一桩桩一件件 你可知罪 是 而且我告诉你 你的父皇 你的母后 都是我杀的 你 王侯将相另有种户 论秦镇论艾明 你爹哪里比得过我 凭什么他是皇帝 我却是丞相 我只恨天道不恭 看来你基于这皇位已久 是啊 只可惜你母亲生里的时候 你才那么点大 终究是我心软 才诛成大错了 如今 证据确凿 犯人 共认不讳 来人的 将案犯红磊 活下去 诸九族 陈家 于家 两位案件 交与大理私卿着办 务必要还两家一个清白 小皇帝 你以为我会束手就擒吗 既然懒得不行 我就来硬的 你这是造反 造反 众将士听力 是 今有腰衣凌鱼 鼓惑圣上 荼毒众生 为江山设计计 朱腰衣 亲军策 朱腰衣 亲军策 如今 大将军 远在边疆 十万御林军 又近在我手 不如你把腰衣交给我 你我军情二人 还可像以前一样 别人都是腰妃 到我这成腰衣了 好一个理由 不错 怕不是 想让皇上继续做你的傀儡吗 你怎么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们现在怎么办 能怎么办 凉拌的 凶他们的 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你和你皇兄的幸福 平时脑袋那么好用 怎么就想不到 他会狗击一条墙呢 我只是个大夫 你高看我 怕是这一次 我是要凶多吉少 皇上 你怎么看 皇上 我不能把林国瑜交出去 不然 我就跟他一起死 什么 胡闹 如的青山寨 无法没柴手 只能把 林国瑜交出去 皇兄 你不能把林国瑜交出去 不然他一定会死 不用 把我交给你们 你就会放过他们的幸福 当然 老夫一向熟悉 不过 不能带着古怪的箱子 我送 这玩意儿像是金刚打造 却未曾开刃 你一个守无负极之力的大夫 要他何用 这样吧 你教我怎么用 我牛里全尸 你要你命的东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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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我门就驾来迟 这些反正都给我拿下 余姑娘养养就好 赖小得子 他让我向你道歉 过他陈康下辈子 为你当牛座 陈 康 终于又开张了 哈哈哈哈 爷爷 苏家祖传一叔 爷爷 明女现在已经不是入坠 而是我 要嫁给他 就算你是要嫁给他 你也是我苏家的子孙 你的孩子 也是我苏家的血脉 又何必 带预孩子的性命呢 爷爷 我一定会把苏家艺术 发扬光大的 战旨到 皇上恩赐 国一堂众员 站着听旨 奋天晨运 皇帝诏曰 林国一 有勇有谋 为我国 夺下四成 客赐公主 外嫁为林氏妻 念你与苏氏早有婚约 客奔苏氏为 济氏郡主 与公主为平妻 亲子 真是便宜你了 余姐姐我们俩可一定要看好他 不能让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好我相信他一定不会的 雨啊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告诉我 还说心里有我 林有雨 不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